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常拍短片和网友分享生活 凭以往在TVB的热度圈了不少粉丝 近日他拍了一条视频 和粉丝分享自己在内地杭州宅家一天的花销 令不少网友震惊 在视频中可见 他早上买10支玫瑰就已经花了200 其后准备进口水果、花架、咖啡作为早餐 这顿健康养生早餐应该都价值不非 接下来的花费更让网友参目洁舍 早餐过后有专人将钱洗好的衣服送货上门 三件衣服500块 然后上门尾甲又是500块 这些开销已经远超普通人日常开销 至于午餐他只花了100块 不过晚上却异常封城 只见他一人就点了一份300块的椰子鸡 吃完之后又上了一堂普通话诗教货 一堂300块 这样充实的一日 操略一计总开销2040元 相信一般人都很难负贺 为郭笑云表示还行 然后打开手机继续网购 落在其中有网友留言 果然明星们一天花两千 跟普通人一天花二十抹区别 也有人认为 这价格虚高啊 那些几多要200 自家咖啡机一杯都要不了40 钱洗衣服就更来普了 你一天能当我一个月了等 虽然郭笑云在内地生活得相当滋润 不过总归是想念香港的 早前她时隔两年 重返香港过年 更趁着在香港的时间 重游TVB 令她感触良多 或许在大家的印象里 郭笑云依然是TVB的艺人 北上都只因早年疫情收入不稳定 殊不知她上月已经低调离炒 连TVB官网艺员列表中都已删除 她的名字及相片 日前她从由TVB并拍短片 和网友分享 当时她将座隔开到TVB电视城 摄影师问她去哪 她立即表示反家 TVB只见她四处闲逛 由录影厂降到化妆间 一边向网友介绍 一边神情兴奋 可见她在TVB当年相当有感情 郭笑云在TVB的最后一部作品 是2021年播出的《声控下的人意》 之后就再没有作品推出 其实早在2020年初 她就已经和TVB约满 可当时正巧撞上疫情 她对未来的发展 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一度因为不获TVB约谈逐约而招累 当时她还特意在社交平台公开表示 希望继续效力TVB 最终获TVB和她签署报头合约 即在完成契约内的工作量后 可以在外接工作 逐约后的这三年旅 她也只为TVB拍了一部电视剧 其余更多时间她都待在内地挖掘市场 而三年过去 她的合约再一次到期 不过这次她没有再哀求续约 反而是低调离巢 原因很简单 经过了三年的打拼 她已经在内地站稳阵脚 她是个任水思源的人 甚至没有TVB的栽培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不过对她而言 如今在香港如果只靠为TVB拍戏 收入有限不说 还不稳定 而近年她在内地频繁接商演和活动 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物 工作和收入都是有保障的 而且如今内地疫情已经缓解 意味着未来她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继续留在TVB 傲虎拍戏已经不是她的首选 郭笑云在入娱乐圈前曾当过四年写字楼秘书 24岁那年被声探相众 引赠她参加1992年香港小姐选举 她最终落选只部12名 同届冠军是李克勤的老婆盧淑仪 还有李的两位姐姐李斯林和李秋林 也是同一届 所幸落选后她仍被TVB相众签约 即使从跑龙套做起 她都已经心满意足 入行之初她一直以甜借仪的形象演出 更凭这《真情》中李多恩的角色为人熟知 随着电视台的竞争日益激烈 年纪越来越大的她 只能被安排饰演尖酸潑辣的恶女角色 如用恶女形象深入民心 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 包括外回家中的马游 《冲啊》 《瘦身兵团》中的女魔头衣者 《法政线风》中的二奶奶 薛小小等 她的演技在磨练中变得炉火纯青 只可惜多年来TVB都没有重用她 反而角色越来越边缘化 效力TVB近30年 亦只位居三线 从未演过女一号 但她从来都不再负角色大小 每次都是精精业业完成表演 让台前幕后敬佩 虽然多次提名最佳女配角 却从未获奖 多小有点不走云 众所周知 想要靠TVB赚钱让家是很困难 所以郭少环也曾经两次离炒 都是为了创业做餐饮生意 可没闯荡多久 她又主动反TVB? 可见她是真心热爱表演 虽然如今已经不受吃喝 可55岁的她感情依然没有着落 入行至今 她只承认过两段恋情 可惜两段恋情都无法修成正果 反而让她落得小三之名 当年她因拍摄真情 同有抚之夫刘少君假气真做 更介入南方和前TVB 女演员周秀兰的婚姻 导致南方婚姻破裂 可害人中害己 她最终都无能如愿小三上位 恋情亦无疾而终 多年后 郭笑云坦然非常后悔 曾做第三者破坏别人家庭 指自己当时年少不懂事 这个阴影也导致她如今 都不敢让有老婆的男人 靠近自己半步 而郭笑云另一段恋情 就是与TVB编度中国强拍拖 1999年中国将因交通意外一度昏迷 当时郭笑云每日都到医院探病 可惜最后都分手收场 之后郭笑云就未有再公开过恋情 虽然情长失意 但郭笑云和妈妈的感情十分好 经常带妈妈到处吃喝还乐 十分孝顺 近年她将孝顺妈妈放在第一位 一有时间就会返家陪妈妈 在社交平台上 不时会看到郭笑云带妈妈到处吃喝还乐 感情亲密 趁着端午假期 郭笑云孝顺女 邀请了妈妈和家姐游杭州探美食 郭笑云妈妈已经93岁 精神逆逆 像是70岁左右 一家都动灵靓样 欲颜有述 来杭州游玩肯定要去游西湖 郭笑云带妈妈和家姐坐船游湖 虽然年届90岁 但郭笑云妈妈却没有游泉 身体健康 游选后更带妈妈和家姐享受当地美食 行情相当丰富 相信即便是未来在内地有新发展 郭笑云也会和TVB保持良好关系 有好的角色 她还会反来的 剧迷门不用担心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点赞